好同学们,我们接下来看今天的第四九导题目 在黑板上写上1到2008这2008个数 那么按下列的规定进行操作 每次插去其中任意两个数A和B 然后这两个数没了 那么换上的是这两个数的差A-B 那么当然了,大数减小数 那么直到黑板上只剩下最后一个数为止 那现在问黑板上剩下的这个数是G数还是偶数 那问为什么 那么这道题既然这么问 那同学们心里面应该有一个谱 就是说不管怎么擦 这个最后剩的数到底是G数还是偶数 它应该是什么固定的吧 对不对,你可能说先擦的是1和2 对吧,也可能是先擦的是1和3,1和4 不管你怎么擦,擦到最后一个数 这个数大小可能不一样 但是G有性一定是固定的 是不是,按其木楼这么说 是不是这种道理啊 对不对 那如果这道题没有问为什么的话 要得到答案 其实这道题很简单 他问的是第2008 对不对 到2008可能数据比较大 那数据比较大 我们直接入手可能比较麻烦 在之前我们刚刚学习过 找规律找周期吧 对不对 那要知道基数偶数还不简单吗 我们先从最简单情况入手 看看有没有规律 对不对 那如果现在不是2008个数 而是只有一个数 那你想 一个数那根本没法擦 对不对 所以剩的这一个数就是1 所以它是基数 好,继续 两个数,1和2 对吧 那只能擦1和2 剩下的是2-1,1,对不对 基数 好,继续1,2,3 那1,2,3呢 当然擦法比较多 因为根据题目的这个表述 我应该能够心里有点数 就不管怎么擦 剩的这个数都是固定的 既有性 对不对 所以比如说我先擦1和2 还剩1 然后再擦3和1 还剩2 所以剩的是一个偶数 好,继续 1,2,3,4 那我可以怎么擦呢 先擦1和2 对吧 那么还剩1 3和1一擦 还剩2 4和2一擦 还剩2 所以剩的依然也是一个偶数 好,那继续 下面是 1,2,3,4,5 那还是一样的道理哦 1和2一擦 还剩1 3和1一擦 还剩2 那么4和2一擦 还剩2 5和2一擦 还剩3 所以还剩的一个基数 那继续 1,2,3,4,5,6 对吧 那么一样道理哦 1和2一擦 还剩1 3和1一擦 还剩2 4和2一擦 还剩2 5和2一擦 还剩3 6和3一擦 还剩3 所以剩的依然是一个基数吧 所以基本上规律应该是有了 对吧 G,G,O,O G,G 那下面又是O,O吧 也就是几个一组 4个一组吧 对不对 那么4个一组 现在他问的是2008 所以2008去除以几 除以4吧 而同学们口算一下 2008除以4等于502 对吧 502是没有余数的 那说明他应该是周期的最后一个 那周期的最后一个 G,G,O,O 周期的最后一个应该是一个O数吧 所以很明显这道题剩下来的最后一个数 应该是一个O数 对吧 要得到G,O性 这道题用找规律的方法还是比较快的 对吧 而且通过题目中的表述 你也应该猜到 这个G,O性肯定是固定的 对不对 但是可惜 你现在如果这样去做到G,O性 答案是O数 那OK 对了 没有问题 但是这道题还有三个字 就是为什么呢 对不对 为什么它一定是一个O数 为什么不可能是G数呢 对不对 这个好像通过这个找周期找规律 没有办法解决为什么 对不对 好 回忆一下 在刚才例三的最后 老师总结了一个 我们在很多题目说明理由的时候 都是从什么入手 从总和入手吧 这个同学们还有没有印象 不管我知道题它问什么 我们都从总和入手 因为你单看一个 它可能个性比较突出 但是如果大家一起看 它会有一个共性 对不对 那这道题我们也尝试着 从总和入手 首先原来是1到2008 1到2008的总和是多少 用求和公式 对吧 使用像加墨像 等于2009 再乘以像数 除以2 对不对 我们一般呢 是先除以2 再做乘法 那2008除以2 等于1004 2009 乘以1004 2009 本身是一个基数 1004是一个偶数 基数乘偶数 所以 总和是一个 偶数 注意啊 像这类题 我们一般都是 不计算答案 因为题目中 没有问答案 他问的是基偶性 对不对 所以答案是几都无所谓 我们关键是看基偶性 明白了吧 所以不需要计算 当然了 你算出来再看基偶性 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但是就慢了 明白了吧 直接得到基偶性 直奔主题 开门见山 对不对 好 那么也就是说 原来这2008个数的总和 是一个偶数吧 那比如说 现在 你不再是1加2 你把1和2擦掉了 那么也就是 现在的总和就变成了 2-1吧 对不对 2-1再加上后面这些的核 大家想 如果把1加2变成了2-1 改不改变总和的基偶性 你看 1加2是3 2-1是1 对不对 1和3都是基数吧 也就是说 我把加号变成减号了 有没有改变基偶性 没有吧 对不对 也就是总和的基偶性 我把其中某一些加号 改成减号 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明白了 老计字没有 也就是说 总和是偶数 你插去其中两个 总和还是偶数 你再插去其中两个 总和还是偶数吧 那换句话说 你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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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只剩一个了 那么一个数的总和 那它也应该是一个偶数吧 那一个数的总和就是什么 就是这一个数本身 那这个数本身就一定是一个偶数吧 那么这道题的说理 其实用到了咱们在上节课讲的一个小知识 就是在任意一对数之间 不管你添加加号也好 添加减号也好 它的基偶性是不发生改变的 因为两个数做加法做减法 基偶性是相同的 那任意多个数 那现在是2008个数 你求差也好 求和也好 求和是偶数 那求差 或者是差和和间隔着 那也应该是一个偶数 同学们明白了没有 这就是基偶性的一个小小的运用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每次剩下数的和都是偶数 所以最后一个数也应该是偶数 明白了吧 好 这道题用到的就是刚才老师讲的 这种基偶性普遍的性质 所以我们要想把基偶分析用好 对基偶性的一些性质 一定要相当的熟悉 那么当然最常用的性质 就是加减法的性质 对吧 还有一些性质 比如说两个数求差求和 基偶性相同 有限个数之间 无论添加加减号 基偶性不变 对吧 可能说起来你觉得不难 但是在真正做题的时候 如果你熟练应用这些性质 会使你做题变得很快 你刚才这道题 如果你记住这个性质 其实都不需要找规律 找周期 直接就可以得到答案是一个偶数了吧 好 这道题同学们 明白了吗